其實我都一直在支持 我絕對不會在第一面前 說自己有多辛苦 我媽媽那個年代 就是只要求女人上夫教師 她以前只要跟我說 女人你嫁得好就可以了 其他人都不用做那麼多 然後我就經常都不是這樣 我想我是一個很貪心的人 不過所有事情我都不想放棄 人家看可能會覺得 我為何要搞那麼多事 為何要搞得那麼辛苦 但是我自己覺得很值得 最重要就是不要太依賴對方 你不可以說經常等他放工 然後甚麼都要圍著他人生轉 絕對不可以這樣 因為其實對方會很辛苦 除了你自己辛苦之外 去年陪我小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有一點產前的運氣 是會突然想哭 然後沒有動力 拍片也沒有心情 最嚴重是 有一晚我開車 我突然在這裡不停哭 自己開車去了一個很安靜的地方 然後自己在這裡哭 那時候我不知道我做甚麼 幸好我有媽媽在這裡 她是我的精神之處 她也可以作為一個女人 作為媽媽 作為一個工作的女人 她是會給我很多意見 我是不可以失去自己 如果失去自己的話 我會給不到幸福 要令自己幸福 逼你 而才可以做到一個開心的媽媽 開心的老婆 只要女兒睡覺 就是我的中午 中午的時候會浸浴 跟老公看電影 自己畫畫 彈琴 畫畫 好像回到自己十多歲的時候 是很幸福 我覺得扮靚一定是為了自己 你每天有扮靚 你的心情會完全不同 你望人的自信 也是很不同 雖然我不可以做到 像媽媽或者奶奶一樣 進廚房出廳堂的小時 一煮食 十秒鐘就完成一道菜 我不是那種 但是我希望用愛去遮蓋所有東西 我有一個人生的偶像 就是Victoria Baker 她也是生了很多小朋友 身材也保持得很好 她也有自己的品牌 她是一個很努力的女人 所以我是以她為榜樣 只要你好好把握 堅持下去 我都覺得 是可以成為好像 比咸素的女人